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在今天强调 包含中国大陆在内的所有国家 都必须分享有关COVID-19疫情的资讯 布林肯表示华府已经准备好 协助所有的国家因应新冠疫情 但是拒绝说明华府最近 有没有向北京提议什么具体协助 警表示但是北京方面 没有要求美国的帮忙 自大陆放弃清零政策以来 世界卫生组织尚未收到 中国大陆的新染疫住院数据 严令部分卫生专家质疑 北京是否在隐匿疫情规模